這陣子鄭伊健又有新戲上映 這部電影叫做《飛沙風中傳》 亦是和陳小春合作的 今次鄭伊健和陳小春再一次做古惑仔 其實之前鄭伊健都說 很不希望再做古惑仔 因為他做了十年這麼久 希望自己可以有全新的形象 不過做完古惑仔之後 再次拍的其他電影 其實韜韜的收視都是一般的 所以令他變成票房毒藥 沒辦法不再做古惑仔 來自鄭伊健現在負擔很重 究竟他有什麼負擔呢? 不如一起娛樂試試看 其實鄭伊健的事業都不可以說很差 很多人都知道他做古惑仔的時候 都不知迷到萬千少女 而且他出的商店都有很多人買 這今年大家看到他又再簽約Sony 當然這個價錢非常低 200萬簽兩年 其實他也是有些心結 希望自己可以再開演唱會 以及再出專輯 所以錢絕對不是很重要 不過最慘就是慘在他在紅館開演唱會 那個票房真是一般 不是太好的口碑 而且他的專輯也不是很賣的 不過經理人都跟他不停地想 希望他用這個唱片事業 可以捧紅他在這個影壇 由於鄭伊健做完這個古惑仔之後 接拍的所有電影 票房都是一般的 好像之前一樣 風雲2雷聲大雨點少 個個都以為風雲2一定很收得 怎知看完這套電影才知道 原來是一部密劇 被人罵得不得了 所以令到他們收得千多萬 但投資幾千萬 所以令到一些電影公司 都不再敢找鄭伊健拍電影 為了令鄭伊健的事業再創高峰 其實他的經理人林珊珊都想盡了 之前再接到一個電影的劇本 就是《飛沙風中傳》 他希望鄭伊健和陳小春再做這個古惑仔 但其實鄭伊健真的不想再做 因為他覺得很厭 之前做了十年 但陳小春跟他說不要緊 我們都這麼多年沒有做 大家不覺得 沒所謂 而且鄭伊健原來有很多負擔 原來鄭伊健本身有三層樓 三層樓都是千萬豪宅 每個月就算他不吃都要供三十萬 所以他真的要很努力去賺錢 雖然他之前拍戲也是賺到錢 在國內也是賺到錢 但現在無端端有個人 找他拍《飛沙風中傳》做古惑仔 還可以收回四百多萬的片酬 他還不太太接嗎 所以鄭伊健就接了這個電影 很多人都說鄭伊健自己 現在搞到自己這麼辛苦 每個月供樓都要三十萬 都是多得他女朋友的 因為他女朋友經常叫他買樓 還要買都是千萬的豪宅 所以搞到自己 就算多有原則都沒有辦法 都要做古惑仔 當然除此之外 之前也有傳蒙家衛喜歡玩這個股票 還欠人很多錢 也是鄭伊健幫他還 所以很多知情人士就說 現在鄭伊健沒辦法 有戲一定要拍 有歌一定要唱 因為他要賺錢 除了供樓之外 還要供養他女朋友 所以說到結婚 鄭伊健也有些要保留 他暫時還沒有想著這件事 希望可以還清債 搞到自己沒那麼辛苦 再想結婚 那麼久 現在是時候百尊公投